吃西瓜有什么感觉 然后还是要凉 然后太会 炎炎夏日温度不断飙升 清凉的西瓜成了消暑首选 贴块的话我会吃两块而已 有时候是空腹就吃过量 会胃痛就不行 西瓜过量影响身体 脾胃虚寒敏感的人 吃饿容易拉肚子 甚至肠胃脚痛 每个人有分比较燥热的体质 比较虚寒的体质 所以我们很难去告诉你说 一定要吃一碗两碗这样子 医师建议多观察身体状况 调节自己的食用量 建议吃西瓜的时间选在中午 冰凉的西瓜虽然说非常的好吃 但是大家也可以 就是放在冰箱拿出来 等到等一阵子 让它放得比较常温的时候 再来使用这些西瓜 西瓜偏凉 冰冰箱后直接食用 凉性加成容易造成肠胃负担 掌握吃西瓜要点 清凉消暑 身体零负担 大约新闻黄子林郭季宗 台中报道